前總統馬英九卸任後衛的周遇寇首度到法院出庭 但其實他跟另一個女人之間還有過節 那個人就是資深藝人郭美珠 郭美珠十年前在募款餐會中以25萬元飆到台北市長馬英九的領帶 結果卻遲遲沒收到他為此錄告小馬哥詐欺 但台北地檢署認為馬英九當時並未說過有要將領帶拿出來拍賣 是郭美珠誤會了小馬哥沒有詐欺翻譯因此將全案簽結